引述DLC故事预告的开头 一直都没有确切的答案 什么是诱惑 什么又是背叛 玛丽卡从皮囊里抽出来的金丝是不是鲁恩 与玛丽卡联系最紧密的就是污者村 同时游戏中有两处类似污者村的地方 一个是DLC中的安提废墟 地面是一样的花朵 我们能在安提废墟里找到一个很稀有的箱子 这个箱子看起来像从魂系列穿越过来的 里面是祷告黄金大湾湖 按照黄金大湾湖的文本解释 玛丽卡在游戏中的经典形象就是被拷问的样子 很可能在游泳地已经被拷问 那么到底是谁在拷问玛丽卡 是绞人还是双子 这个形象又和耶稣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十分相似 安提废墟方面还有黑暗光明剑祭坛 这又是个很奇怪的事 这个祭坛只有三处 一个是在雾谷地下墓地 前往墓地的路被梅森墨的士兵重兵把守 另外一个在佛劳余记透明桥对面 看起来完全不是下放的 还有一个类似屋者村的地方是风车村 但是风车村只有红花 根据相关线索我们会发现 风车村会定时举行庆典 庆典仪式就是剥掉被选中的年轻女性的皮 神皮试者会收拾这些皮自称神皮试者的用具 神皮试者由侍奉命定之使 代表萧射女王 同时在年长的神皮柜子身上 还有熔炉百相的存在 风车村所有的庆典用具 都能在切割过程中 抽取被切割对象的卢恩 这和玛丽卡从皮囊中抽出金丝的过程又十分相似 更有趣的是 DLC在玻璃村特地新添了一个物品 庆典由 庆典由只记录着 惹人怜爱的庆典是历史悠久的习数 黄金树莫许它的存在 那么是不是意味着 玻璃村的胡人庆典 和风车村的剥皮庆典 是同一种东西 既然如此 为什么黄金树还默许庆典的存在呢 而且风车村这种令人猫鼓悚然的存在 就临近着黄金树王城 在风车村最高处 我们可以看到黄金树的同时 又可以捡到画家留下的祷告 火焰重罪 烧树是重罪 但是在了解风车村之后 想要烧毁黄金树又是为什么呢 另外风车村 庆典中会有很多被缠上花缓的玛丽卡十字架 这里都在暗示着风车村和玛丽卡的关系不一般 暗示着玛丽卡和萧射女王的关系也不一般 更神奇的是 绞恩的秘宝艾伯利亚 也有在攻击过程中恢复光辉的能力 现在是秘宝 只好说明这种能力寒陷而且深贵 那么绞恩和玛丽卡的关系 可能也不仅仅是为了通常复仇这么简单